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狗 二狗 沉住气 你打左我打右 好 散开 老青 不凭了 老青 我还没复杂了 我还没复杂了 走 走 走 怎么了 人呢 谁啊 瞎他们 不能等了 快走 不能这里他们不还 不能在这儿打 在这儿打起来 他们没跑一样 还会回来救我们 到时候谁也跑不了 快走 老兄 剩下点人呢 咱们前面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看地下有咱们人扔的东西 别捡了 快走 老邱 你教我打枪吧 我教不了你 你教得了我 刚才怎么杀那爷买狗子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能不能都凑巧了吗 你也知道 我们这四个人都是残废 能教你什么乱 老邱 我这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呢 原班长也不教我 你也不教我 我不是红军啊 咱不是战友啊 我们 我是班长 我可以命令你 命令你教我 快走 快走 二公 我跑不动了 快 老邱 来来来 我背你 算了吧 快走吧 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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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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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自己走啊 我一瘸子 我可背不动你啊 小子 我背是背得动 可这条腿持不上力 我迈不开步啊 算小子吧 我们在这儿守着你吧 缘分这东西啊 还真不好说 没死的足绪 你跟老班长一块儿死 都跟你死一块儿了 我说你小子也真是不行啊 脑袋撞了一下 实际是撞晕了 就算咱运气好 能活着回去 你也就和周都立是一个样子 就这 还要说跟我学打枪呢 到时候你一个猪脑子 打得了枪吗 老邱 老邱 你说话得算说 小子你醒了 快快 你得叫我打枪啊 好好好 先向阵地靠你再说吧 一路 不是 带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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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走 胡说瞧呢 你们几个特殿起来着起步队的 跑都被痛得还坏呢 你还坐着心呢 我一直在琢磨 你那个腿到底缺不缺 我怎么能跑得还那么快 对不对 你可啥话多 快走 快走 你怎么会跑到我的梦里来了 明明是你跑到我的梦里来了好不好 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好好研究研究 我为什么会学捧瞎子说话呢 你为什么要留着哈喇子看着我 我自然想会拒勿 你怎么会打开 自然最早就在车开 你不是最爱的 我最爱的 你怎么不为它 你怎么可能 有点 ac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哪儿去了 我以为你跑了呢 你这是记挂着我呢 还是骂我呢 我不是怕你 你不叫我打枪吗 现在打着仗呢 打枪也都挑个石头 你说的话你不会不认账吧 我答应你什么了 不是 你说你教我打枪吗 这事你得这么想 人都说三连哥哥是神枪手 你说回头我上战场上 枪打不好 这多丢脸啊 其实吧 这有的时候练吧 也是白练 好多枪打得好的人呢 上了战场上 连枪栓都没拉几回就死了 这事我可不这么想 我是这么想的 我喜欢打枪 我就是想把枪打得快打得准 我相信我一定能把枪打得快打得准 就像咱们红军 要是不抱着一定能胜利的信心 他干嘛从苏区转移出来啊 子弹要真找到我了 那我认 他一天没找到我 我就把枪打好 看来老班长没看错人 那走吧 你记着啊 这可是看在咱们俩一起死过一回的份上 这是什么呀 枪 枪 这么小的枪 让我看看 在普通人的眼里啊 枪就是枪 就是一把镰刀一把斧头 没什么区别 都是杀人的玩意儿 可要想真正成为一名神枪手 你就不能把他当成玩意儿 你要把他当成是兄弟 当成不会说话的战友 吃饭睡觉冲锋杀敌 时时刻刻在一起 你心里有他 他心里才会用你 也只有这样 在战场上 你一摸到他 心里就会有点 一举起他 就知道有没有 要紧的关头啊 他才能救你的命 举青 不错 不错 来来来 来 你看 这是什么木头 不知道 你一定以为这是个老套筒 枪托是秋子木 错了 这是正宗的西洋山猫剧 在你手里委屈了几个月 不过你小杨还挺爱惜他 现在啊 也该让他换回原型了 来 你快Д 枪是有灵性的 装配和用料 哪怕有一点儿都不一样 出来的东西都是天差地 枪用多的也会老 你要刺弄得好呢 它就会老慢一点 试试 从枪管到枪托 原装的八八步枪得过灶 七十九的口径 看上去和我们红军用的汉阳灶 一模一样 可它不是汉阳灶 汉阳灶是照它做的 它是汉阳灶的祖宗 这宝贝从哪儿来的啊 还能怎么来啊 搅的 当年什么好枪没有啊 德国的 彼国的 意大利的 我们都搅过 这枪到老班长手上的时候 上面还带着黄尤呢 你知道它通过开了多少枪吗 一百多枪 你数过枪托上的 有多少个圈吗 我数过有三十三个圈 三十三个圈 每打死一个敌人 我们就要用它 在这枪托上悬一个样 它一共打过三十五枪 头两枪是轿枪 剩下三十三发 就打死了三十三个敌人 但无需发案啊 那为什么后来给收起来了 脑部队解散了 他说 再也用不上四百米外的功夫 再用这枪就有点糟蹋东西了 他让我把枪管收起来 枪托他用惯了 换了个脑套筒就继续用着 可我们都知道 他心里一直想着 再用这个枪上战场 三十三个圈 三十三个圈 这本生死账 就等你给续上了 非常好 那枪竿 之前呢 都很 Kellying 如果有 unos 都很不干 肪子 不行 不行 住手 别人练这些没用的破东西 碍眼 你不用没用 先练着吧 走 那天是谁开枪救的我们 谢谢 走 小子 你说话了 说话凶徒会动 枪口会颤 等你趴在地下打枪的时候 就更打不准了 老爷也没说错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惦记着快准远 小子 这儿不是苏区 也不是反围角的时候 战场边喽 我们都跑到湖南来了 现在在打仗 上面需要的是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能打好一百米的 你非要练这四百米 费时 难练 人家还不一定觉得好 是啊 成团成盈的阵地战 几百上千人的冲锋 你还没开两枪呢 白狗的刺刀就到你跟前了 快 开枪 快 追上他们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前面有两个白狗 从莫长来侦查了我们 快 二公 我拿刺激 二公 拿我枪 枪 拿枪的时候 想尽其他办法找个世界 来 好 现在已经在四百米外 有风 你瞄他右手两个身位 打他头顶的半个身高 我给你加到保险 小子 今天这枪又开张了 三十四 算我送你的 我知道 那枪是你打的 男人在那边还在打 凡子不灭灵 不能把一个敌人放过股心间 让团长放进 三连保证完成任务 进 警长 百分之道 连速自打死我们三倍 我们要完了总工了 所有人 准备战斗 连长 连长 你给我外拍点任务 我办的几个人不行 连长 那总这么说 那就真不行了 你怎么办 我相信这次啊 我办的任务 西南方的地 记住 能打就打 打不过立刻叫职员 听明白没有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让医院明带你去 记住 打不过立刻叫职员 出了事情 你要负责任 是 我负责 还这么负责 晓风 还不错 准备战斗 主席战斗 我们几个都要散 除了正商人 人都到全上 这会怎么会上啊 这就 那咱们比较合三倍三倍 对 好多白狗子 怎么这么多白狗子 跟我走 快 快 快 干什么 您去干 给咱们派人物了 快点 快点 真有事 这 这不是正面战场 对 虽然这里不是正面战场 但是白狗子 随时有可能从这摸上来去 连长早都想好了 在正面战场 你们几个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在这儿正合适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问你 能不能完成任务 能完成任务 但你别忘了 我也是个班长 知道了 我们新班长啊 争取了半天 就争取了这么个任务 你争取的 刀红军服打仗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都没用了 你看不出来啊 这个退瘸了 这脑子坏了 这眼下了我手残了 我们洗洗绷带 办办弹药不好吗 不好吗 你要干什么呀你 四个人 三个人能打枪 一个能上子弹 你说干什么 打仗 会吗 能源 干什么 你看看 你们头一次当班长 你不让人过过瘾吗 闭嘴 干什么 你别老欺负他 打仗了 咱们班长小的说我 关你什么事情 打仗了 打仗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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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子 你瞪着我干什么 哦呦 您这个眼神啊 跟啥子很像呢 人家在那边冲锋陷阵的 你这样想红军战是吧 哎呀 我们也想冲锋陷阵啊 关键是敌人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对对对 本子 我去给你找两个敌人好不好 来 找人家 怎么烦 有白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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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大 你先来 有白斐 二哥 有白斐 有白斐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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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对谁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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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严谈连长 吩咐救支援 救他们支援 咱们能打 不能永远让人瞧不起 二公 白骨人太多 确实没法打啊 撤 二公 你又干什么 这人拼了 你又拼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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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快走 您下手 혜大轹 义 行 闯 快走 快 快 快点 跟着我 傻子 努力一点 傻子过来 傻子 快点 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想死啊 你想死啊你 守备我快走 走 走 你干什么去 把整体抢回来 要不不成逃兵了 你哄疼 你瞎呀 我们和主持人之间 那么多白狗子 你现在去跟送死 有什么区别呀 死了也不能到逃兵 你们去去 去 不定命令是不是 战命令接受不了 走 他是班长 你闭嘴 你不去 我去 二哥 就你话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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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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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你不要命啊你 帮我陪你害死 走 走 快走 快点 走 连长 将打不行啊 二手最终合 终合了进来 我终不得会越来越动 二配 上次到 冲击呗 走 冲出去寻救支援 是 连长 二连累吃了我们啊 一通网 你通网 就是 一通网 fuerza 中国社战长 攻速 冲 Commission diploma 你干什么去 我没脸回去 那我跟连长说 你牺牲了 你这不是烦我吗 你这没牺牲 又不回去 那就是当逃兵 你们去哪连队的 是你们啊 正好连长找你们呢 不着急不着急 咱们商量商量 见到连长怎么说啊 是不顾是货 是货躲不顾 走吧 还行 都回来了啊 我还以为你们几个被白狗子给俘虏了呢 是我的责任不求求处分 我说过 湘江边的战斗 每一步每一仗 都会铺满鲜血和牺牲 你们几个自己也都很清楚 你们打不了仗 继续留在三连 对你们来说那叫受罪 情况严重的时候 还可能会连累到战友 甚至会破坏到整连的战术安排 你们班解散吧 连长 刚才他们几个都还要 我 你们四个 明天到团里的集养组 按照他们的安排和商员 一起在阑山之道线的途中输散吧 至于你 明天到二班报答 连长我们就五个人 我们要打几十个百个命令 你们几个都保证 连长 三连任不中 你更应该保护 小子 我说什么来着 我们不行 对 还有 谢谢你啊 谢谢你推了我们一把 彻底把我们推坑里了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这就叫一步错 步步错 各自尊重吧 老秀 老秀 你们就这么走了 我已经试过了 真的不行了 你要继续教我打枪呢 就这样吧 你也看到了 我就是个瘸子 就是一滩烂泥 你们都走了 你们都走了咱们就完了 连长回来了吗 连长啊 没有 连长带人摸地形去了 你这儿干啥 等连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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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连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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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尽力了 每个人都很英勇 说第二件 我想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老秀他们枪法那么好 为什么都成了废人 他不是腿穴了吗 不是腿的事 也不光他一个人 他们为什么本事都在 不光他 就没了 这位同志 请问你看见老邱他们了吗 谢谢啊 哎呀不走了不走了 不走了 哎呀傻子干嘛呢 走啊 哎呀我累了 哎呀要不咱们歇一下啊 顺便研究研究该怎么办 研究给我屁呀你研究 别走 别走 哎呀我说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的 走走走走走 别别别 快走 头发我跟他 当年你们的外号都不记得了吗 当年人人都羡慕 周遥总队无人不知的外号 你们都不敢认了吗 小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把你们的魂赶回来 在战场上 一个普通的战士是螺丝钉 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好 但是神枪手不一样 他们是战场上的艺术家 需要天赋需要灵感 老邱 叶虎彪 周多利彭瞎子 他们曾经都是神枪手 最好的神枪手 也是最好的艺术家 以前的三连 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想当初 毛泽东统治指挥我们打仗的时候 我们的作战方针重点 不是从正面打击敌人 也不是攻占城市 而是能打就打能跑就跑 这样的情况下 老三连应援而生 当时的三连 是由几十个战斗小组组成的精兵 他们个个都是神枪手 而且还是远距离的神枪手 他们用最好的武器 却避开震头 震头到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隐蔽杀武 一枪毙 他们的目标 是白狗子的军官 炮兵 以及 他们冲最好的神枪手 可以在五百米外 击中敌人的脑袋 是战场和当之无愧的尖刀 利刃 冷剑 可是 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 从武四反围角一直到现在 红军被迫陷入大规模阵地作战 这里在府的神枪手小组 可以发挥他们长出的地方 这些最好的神枪手 一次次被派往战场执行紧急人 却成了战场和最让人痛心的消耗者 监製 イリ 7 5 2 利 now 行 其实鸡 怎么办 红军离开苏区前 上级决定重建三连 当时还在重阳纵队上干队的我 接到了担任三连连长的病例 但战场形势和部队任务 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再需要小组作战 远程熄绕 而是要面对一道一道的封锁线 要打一城一城 整连甚至是整团的阵地 简单点说吧 我们不然需要十个能打 四百米的伸枪手 今时今日的战局 我们更需要一百个 能在百米之内勇猛作战 百发百中的精兵 为此我们开始简化了训练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我们需要更快地培训周期 我们要和战场竞争时间 以前我们要百里挑一的神枪手 而今天 我们要一百个一千个 能在阵地战中 发挥作用的精兵 老三连的人里 有人适应了新的位置 有的人却没有 对于一个战士来说 那些曾经日夜苦练 并引以为豪的技战术 一夜之间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打击是致命的 那些无所畏惧的战士 开始感到害怕 害怕红军不再需要自己 害怕自己过失 害怕自己对革命不再有用处 就在这种害怕中 他们处处不满 患得患失 就这样 丢掉了自己的魂 我可以告诉你 虽然我是新三连的连长 但是看到老三连的人 成了这个样子 我非常地难过 事实上我也是老三连的一分子 我从上海来苏区 参加红军的时候 就是在三连扛几个枪 也是原为 亲手教我学会的打枪 那他们曾经都是英雄啊 但是现在 老邱退学了 冲身残疾 夜虎飙被俘 后被红军营救 捡了条命 但那些白狗子是最恨神枪手 再抓住他的第一时间 便砸坏了他的手 弄打眼睛一双坏 成了你现在看到的空下子 老班长原为头部被弹片击中 手术摘不出来 时不时头疼 也不能带兵了 唯一表面上看没有受伤的是周多利 但他在炮弹爆炸时 后部受到了冲击 大家都在背地里说 他被炸成傻子了 受伤的不算 哪个红军战士 身上没有几处伤呢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他们的心都已经死了 从部队里人人羡慕的英雄 到现在一个个一无是出的伤口 就好像树上的知了 知了 有好多的知了 在壳退掉一半的时候 就没有力气再退了 壳甩也甩不掉 飞也飞不动 最后就只能趴在树上等死 连长 应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们曾经都是最优秀的战士 这样太可惜了 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 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说得没错 他们曾经都是最好的战士 一旦离开了前线 就像鱼离开了水 原位让他们继续留在部队 是想让他们恢复信心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们没有时间再给他们 这样的机会 我们有办法再次承受 丢掉真谛的代价 其实 原位一直在瞒着他们 他们早就不是三连的人了 你真正需要的是 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 连长已经给你们机会了 让你们一直跟着三连走 瞒着你们 就是希望有一天 你们自己能站起来 未经许不经许不得来